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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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家好 我是 T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olourpop的購物開箱 那我今天會介紹三樣我買的東西 第一樣呢就是這三支 這三支是最近Colourpop 新出的concealer就是遮瑕膏 那我據說它有 就是像奶油一般的質地 所以呢我就很想要來試試看 它有沒有辦法就是在我這個 荒漠乾肌上面 就是不會斑駁均裂這樣子 所以我買了三個顏色 分別是15號、20號跟40號 那等一下會幫大家做 試色跟那個上臉的測試給大家看 再來第二個呢是這一盒 這個 它是一個六色的唇膏的組合 那它蠻不錯的 它是做這種磁吸式的有沒有 然後你就這樣打開 它有一個鏡子 然後有六支顏色這樣子 它有四支呢是霧面質地的 然後兩支是比較像奶油一般質地的 那等一下一樣會有四色 然後呢最後一盤呢是這個萬眾珠目 YES PLEASE 對就是這一盤呢就是我一開始 打算要買Colourpop的主要原因 因為我之前本來沒有想說要買YES PLEASE 那個少女劉強借我摸過一次之後 我就想說天啊這是什麼 太好暈染了吧 尤其是它的那個霧面的顏色 像黃色或是比較偏楓葉色的霧面的眼影啊 它這一盤啊就是非常的好暈染 上眼之後呢 它很好跟兩個顏色疊加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這一盤呢是我就是主要要買的一盤 然後就另外再購入這兩種東西 等一下呢會一併做試色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分享哦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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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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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在这就是我用这个colourpop的三支这个concealer 然后我就直接化底妆的完妆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很服贴 然后而且其实这样子完妆我还没有定妆喔 就是这样摸起来是完全干爽的很舒服 它不会说很黏或者是说不透气什么的 你看我上三层耶 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棒耶 而且你看它有阴影的光泽感 有没有 就这个呢我觉得你把它当成底妆来使用的话也很不错 因为延展度非常的好 而且完全不会厚重 那你要把它当作就是一般的那个遮瑕膏来使用当然也是ok啰 就把它点在你要遮瑕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它像它这次官网它有做这样子 去挑选你的肤色的帮你挑选的方法我觉得还不错 你就自己挑上下可能两支或三支的色号你来选就好了 对然后这个是这一次这个concealer的这个试色跟那个使用给大家看 好最后呢是这一盘yes please的试色 然后它打开呢大家应该已经很不陌生了 它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我的皮肤是稍微算黄偏白肌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试在手上在这边一次全部试色给大家看 好顺序呢是从这个左边这里然后这样下来23456789这样子这样往下算的 好ok然后就直接不啰嗦试色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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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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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